去年人民币贷款投放量创新高 专家预计今年1月信贷社融开门红 专家表示 通过2021年12月 金融数据可以确认 社融增速已触底起稳 同时 企业融资需求仍不强 但这一趋势在今年1月有望改善 今年1月 新增信贷 社融有望迎来开门红 数据显示 2021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9.95万亿元 同比多增3150亿元 创历史新高 这体现了金融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冰表示 分不分看 2021年住户贷款增加7.92万亿元 其中 短期贷款增加1.84万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6.08万亿元 企业单位贷款增加12.02万亿元 其中 短期贷款增加9468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9.23万亿元 票据融资增加1.5万亿元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 减少847亿元 2021年12月 人民币贷款增加1.13万亿元 同比少增1234亿元 温斌称 从结构上看 2021年12月企业部门贷款 比上年同期多增 其中票据融资多增规模较大 表明部分企业的融资需求仍偏弱 光大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高热东称 2021年12月 票据融资零是信贷的主要支撑项 企业贷款同比收缩态势有待改善 2022年1月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 有望较快增长 票据强 信贷弱的局面会得到改善 温斌表示 此外 2021年12月 安亿与安马同比增速 较上月明显回升 高瑞东认为 这主要受益于降准降息后 短期融资多增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 宏观研究员周望华分析 2021年12月 安马同比增速高于预期 主要是由于居民和企业存款增加 财政支出加大力度 导致财政存款明显下降 以及表外融资收缩有所放缓等因素 M1同比增速高于预期 则主要是由于当月企业短期贷款明显增加 抵消了房地产销售放缓的影响 这也表明企业现金流状况有所改善 涉容方面 直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运金表示 随着稳增长的政策目标进一步明确 央行于2021年四季度出台多项政策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企业尤其是对中小微企业 碳减排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 加之财政发力与政府债券加快发行 2021年12月涉容增速触底企吻 高瑞东分析 政府债券 企业债券以及股票等直接融资 是2021年12月新增涉容的主要拉动向 其中 政府债券明显多增 主要源于2021年专项债发行节奏重心后制 而企业债券明显多增 则主要源于上年的低基数 主要拖累项则来自于 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小幅回落 温斌表示 2021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 占同期涉容的63.6% 这一占比同比提高了6个百分点 主要归功于金融回归本源 落实了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要求 持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2021年12月末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到314.13万亿元 同比增长10.3% 涨幅比上月末提高0.2个百分点 表明社会融资整体改善 展望202年1月 周末华预计 新增涉融 信贷将迎来开门红 主要理由有三 一是逆周期与跨周期政策协同发力 降准及结构性工具支持下 银行金融机构放贷动力有所增强 二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提前 三是随着国内房地产投资逐步回暖 与基建投资不短板适度发力 有望进一步带动信贷需求 黄运金认为 2022年一季度信贷增速仍可能处于筑底阶段 二季度之后可能会出现明显的结构性改善 预计2022年全年信贷增速 在11.4%至11.7% 2022年全年涉融存量增速 在10.5%至10.9% M2增速维持在8.5%至8.9% 联名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曾国锋日前表示 2022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 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 更加主动有为 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增强现代总量增长的稳定性 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 同一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中文字幕提供